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大家好,我是大眼 在我们中国元宵节的凌晨 美军就出动到战斗机 将我们中国的气象气球击落了 这宗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到 美军会不会小提大做了一点 杀鸡烟用牛刀 一个普通的气象气球 竟然要动用到美军的 王牌武器F22战斗机 转头回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件事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赞好留言订阅我们 香港青年的频道 和记得按旁边的钟仔细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条影片 在我们中国元宵节的凌晨 美军就出动了他们的王牌战斗机 F22晚禽战斗机 就发射了一枚AIM-9X的响尾蛇导弹 来到将我们中国的气象气球击落 那这个气象气球这件事件 就已经酝酿了几天 在我们香港青年之前的直播里面 我们都说过 我们中国的这个气象气球 是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之下 飞进去美国的境内 若然美国觉得我们这个气球 对它真的这么大威胁的话 其实一早就已经可以将我们这个气球 来到击落 那为什么美国人 要选择我们元宵节的凌晨 才来到做这件事呢 其实美国人 无非都是想将这件事来到闹大 因为以他们的军事实力 一早就已经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气象气球 再加上 以美军他们的反应 不用等到几天之后 才会有一个决策激落这个气球 因为以美国一个这样的国家 如果有任何的飞行物体 是越过了他们的领空的话 相信他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那个飞行物体是属于什么飞行物体 以及用什么方法 来到拦截或者将它击落的 我想全世界对美军的军事反应 都不需要怀疑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早几天美军任由这个气球 在美国的境内去到飞行的时候 这个流浪气球的事件 就已经酝酿到 占据了多天的热榜 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各大平台 或者是外国的各大平台媒体 而对于现在美国的政治环境来说 正正就可以给到拜登 做一场大龙凤的机会 不过在进行这场大龙凤之前 其实他所受到的压力 也是不小的 因为连日以来 这个气球在美国的上空飞行的时候 就好像特朗普这些傻人 都走出来 就哭打哭杀 不止特朗普他自己 连小特朗普 两父子夹在一起 就藉此事件攻击拜登 来说拜登很软弱 藉间他们两父子 又提供到一些方法 或者可以叫做愚蠢的方法 就公开地教导到 如何击落这个气球 还一度沦为美国人的笑病 不过笑还笑 在美国传媒的渲染之下 美国的人民 对于一个其他国家 而又不可抗力进入了他们 美国领空的气球 都存在着一份恐惧感 实际上这个气球 是不会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任何影响 但到最后美军都决定击落它 还要选择一个时间 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元宵节凌晨 在这个时间点上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除了可以感觉到 他们美军似乎是专专选 这个我们中国的节兴日子 元宵节来做事 因为我们元宵节代表的寓意 就是团团圆圆 家庭美满的感觉 现在在我们中华民族里面 最希望团圆的是什么事情呢 当然就是台湾同胞 回归我们祖国 而美军选择这个日子 来打破我们这个气球 就是想借着这件事 在这个意识形态里面 就向我们抛出了一个灯迷 这个灯迷就不是普通的灯迷 是拜登那灯 要我们猜你的行动是什么意思 拜登很明显 刚刚日子又是元宵节 气球又是圆形 另外一方面 在这几天美军任由这个气球 在他们上空飞的时候 虽然他们有能力将它击落 但是在内陆地方将它击落 就不理于在击落之后 来到获取这个气球的残骸 所以美军决定将这个气球击落的地方 是在美国的岸边 向大西洋对出的绿海里以来 在这个领空上面 将这个气球击落之后 美国也有绝对的权力 在他们的领海里面 将这个气球的残骸来打捞 现在据资料所显示到 美国就会将这个气球的残骸 打捞到美国之后 就交由美国的联邦錦衣卫 来到调查 而另外在今次美军击落 我们这个气球的行动里面 美军所派出的阵容 也是非常不严小的 一个气象气球 美军是派了多架的军机 包括两架F-22的晚禽战斗机 稍微有少少军事武器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了 F-22的晚禽战斗机 现在是美国的黄牌隐形战斗机 是在美国现役战斗机里面最先进的 有网民就说到 美军简直是杀鸡烟用牛刀 对付一个气象气球 竟然用到最先进的战斗机 还要隐形的 我们看回我们这个气球 它的飞行高度 介乎6万至6万5英尺的飞行高度 如果我们看回现役美国的战斗机来说 就算是F-35 它们的飞行高度 都无法达到这个高度 唯独是美军里面的F-22A 它的最大声限 是可以去到6万5英尺 除了战斗机 向到最厉害的 它所发射到的空对空飞弹 也是大有来头 它们美军今次容易击落我们中国气球的 就是AIM-9X 响尾蛇导弹 据闻这枝导弹 只是一枝导弹 它的价值已经超过38万的美金 那为何用到这么贵的导弹 来打这个气球呢 似乎听下去 不是很合乎经济原则 而且美军还有这么多的武器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今次美军出动到王牌的战斗机 它们的任务 是绝对不允许它们失败的 而且我们这个气球 都不是这么容易被它打得到的 莫说我们一个飞到这么高空的气球 好像早前朝鲜的无人机 飞到南朝鲜的时候 南朝鲜出动了战斗机 直升机 还发射了很多炮 都未将这个无人机去搞定 那就知道这些空中的目标 并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打得到 而这个代号是9X的响尾蛇导弹 它是可以结合到飞行员的头盔 透过红外线追踪技术 就可以来到追踪目标 而且它的这支导弹 还有一个偏族射击功能 只要飞行员是戴上了特製的头盔 那么这个瞄准系统 就非常自动化了 只要飞行员 它的眼望去哪里 这个瞄准系统 就会自动瞄住哪里 只要飞行员的眼望到目标 几乎都可以说到可以打到它了 一般在空军发射导弹 去打击目标的时候 若然目标在飞机的侧面 其他的导弹很难锁定目标 就来到攻击的 但是它由于有偏族射击的功能 就算目标不在战斗机的前方搜索范围 都可以直接发射 甚至可以发射了这支导弹 才来到锁定目标 都还可以 所以对于行中这么飘忽 鬼迹这么飘忽的气象气球 用到一支这么贵的响尾蛇导弹 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而且它们美国人还很懂得搞一些公关宣传 大家看看今次这件事件 经过几天的发酵 相信各地的国际新闻的头版 都在说这件事 然后在美国击落了气球之后 好像F-22 或者响尾蛇导弹 这些名字 直接上了热手 所以也不排除美国利用今次击落气球事件 就是来到年宵带打之余 製造一场武器兽出来 就是来到展示他们美军的武器 而且极有可能 它们要展示的对象 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省 因为根据资料所显示 台湾省在今年的年头 向美国进一步采购了 100支这一架响尾蛇导弹 而且这批导弹军购案的金额 还高达23亿9千多万的新台币 今次有气球这样飞进去美国的领空 虽然说是气象气球 但是台省早就已经成为了惊弓资料 这几天也有台省的新闻 就报道出来说到 有很多台省的吹水佬 就在担心 如果一旦我们中国 是利用这些气象气球的技术 来到飞到过去监察台湾省 或者是统一台湾省 那台湾省怎么算好呢 如何去抵抗呢 大家都知道 台省的武器 只是打自己台省的同胞比较精良 今次这个美国的武器兽 正正就告诉台省 你买了我们的美国货 不用怕的 用我们美国这些响尾蛇导弹 来到攻击那个气球 简直是轻而易举 所以你们台省没有买错货 而且我们美国还在2030年之前 就会把响尾蛇导弹 运到你们台省 那美国人除了要曬他们的武器之外 他们其中一个强项 就是要讲他们美国的英雄故事 因为他们美国很喜欢制作一些英雄人物出来 因为根据资料所显示到 今次执行任务的那两架F22战斗机 他们各自的任务符号 分别就是Frank01和Frank02 Frank这个字是一个人名 中文叫法兰克 他就是一战时期美国的王牌机司 所以今次执行任务的这两架F22战斗机 他们用了一个历史上美国的王牌机司 作为他们的任务符号 其实就是想向这个历史中的美国王牌机司致敬 而这个王牌机司的全名叫法兰克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曾经创造过一个纪录 就是击落过四架敌军的飞机 以及击落了14个德国的监察气球 不知道将来 美国荷里胡的电影 会不会拿这个机司来做题材 不过美国今次这个攻击我们的气球行动 除了可以成功受到他们的武器之余 也可以成功带出他们美国自己的英雄故事 大家就可以看到美国人多么懂得玩 但美国的这个举动 是十分自私的 因为他们今次要击落的 并不是一些军用的设施 也不是故意闯入他们美国的领空 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用航空器 虽然这个航空器是没有载人 它只是一个观察气象的气球 但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 就是不折不扣破坏了世界秩序 大家试想一下 现在整天都是无人机 再加上 有很多朋友去到欧洲旅行 像东欧土耳其那些地方 都会坐下一些热气球 又或者有些人很喜欢跳降落山 又或者你不喜欢玩降落山 再刺激一些滑翔鸡 这些都是现今很多人玩的航空器 大家试想一下 若然任何一个我们以上所说的航空器 是因为不可抗力 导致进入其他国家的领空 如果大家以美国的这个做法作为标准 那后果会是怎样呢? 直接将它击落 甚至乎我们平时去旅行坐的民航机 如果是失控的话 这个美国标准摆到下去 也可以将它击落 那美国便做了一个全世界最坏的榜样 好像美国这种列强国家 我们很多朋友都八思不得其解 明明大家和平相处便好 为什么要不停地来挑衅呢? 其实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 是他们针对我们中国策略的一部分 而我们未来要面对这种挑衅 是绝对不会少的 因为在他们这些列强的眼中 他要欺负你的话 他一定要透过不停的试探 来摸到你的底线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的行动做到最踩界的时候 在你决定反击和不反击之间的临界点 不冲破他 对于他的挑衅来说 他是觉得他是最好处的 那我们中国的外交部 已经对美国这个行为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也说到将来会有对等的反制措施 现今我们中国一个民用的航空器 利用到这种规格的军事手段 相信若然在未来 我们真的作出反制措施的时候 那美国就真的不怪我们了 因为美国人 他们去试探人家军程的方法 无论是用飞机、战斗机、偵察机 或是用潜艇、军舰 那你现在美国开了这个先例 将来你侵犯到我们中国的领空或者领海的话 那我们就自然会和你们美军去玩的了 本来这一次 我们中国的气球 因为不可抗力 飞到美国 它美国大可以和我们中国来作沟通 而不是选择了 击落了之后 就一声通知 说我击落了你的气球 做了这么野蛮的行为 还说要派个国务卿过来 访问我们中国 说改善两国关系 说一说我们还有一点漏了 那些什么喘火我们中国台湾省的美国政客 其实都是非法在侵入我们中国的领空 那下次再有这些情况 就一概当作气球论了 那我们今天香港青年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 拜拜